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下FIRE运动 FIRE其实有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大家可以不要再为生活工作嘛 你可以做你真的真心喜欢的事情 早一点财务自由,早一点退休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又漂亮又幽默的人 我就是客观上是自己这样说 但很少人讲完自己讲出来 你应该要跟我串好,让我讲 然后你说对,这样 所以才会说FIRE的储蓄率很重要 我刚才在瞬间好像我们好像有什么投资理财客 诶对啊,怎么办 各位听众记得储蓄率 这一切都是利多 储蓄率最重要 要存钱 就不能一直动用到本金啊 你的收入是最重要的 来来来,又财经节目了 所以各位同学 我觉得这方面大家要想清楚 因为你看 来Kerry老师的 你记得拿出来算一下哦,各位 Kerry老师带你上天堂 我有想过去当舞台剧演员 然后就是真的去学怎么样做表演 然后挖到自己内心深层 你好适合哦 我还可以想象耶 我还可以想象 如果去面试 那个主考官不会说你现在是一个橘子 然后 然后 就变一个橘子 你就变一个橘子 你就可以剥皮 你现在是个口红 转 你是不是要转出来吗 等一下,我觉得你听这种 我真的听得懂吗 他就说什么 他就是那种会在心里面说 看我 看我 大家看我 然后Kerry就会说 大家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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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讲 你们 们 школ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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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